大家好 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傅高毅 20号在麻州一家医院过世了 这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毅 那20号在麻州的一家医院过世享年90岁 他生前是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 呈著书叫邓小平改变中国等书 那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早前也发了推特 说该中心前主任傅高毅此事享年90岁 那文中提及傅高毅于1973年到75年 95年的99年担任过主任 并赞扬这个傅高毅是费正清中心真正的导师 那媒体说呢 是在傅高毅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奥本山医院 接受外科手术后状况恶化过世的 傅高毅呢 是在1958年取得哈佛的博士学位 1980年出任哈佛创立日美关系 计划的第一任所长 国际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曾经花十多年的时间研究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 并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 日本还有亚洲研究的著作 日本的新中产阶级 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等 是公认的这个东亚通 那么他呢 对日本的中产阶级 还有中国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中产阶级 做出过评价 我认为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傅高毅曾经说 中产阶级是以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三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和做法都不同 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这是全球共同的情况 中美均如此 傅高毅说他年轻的时候呢 美国社会比较安定 比较乐观 生活完全没问题 但现在呢 中产阶级啊 变得不安定了 现在世界变化太大 太快 加上美国制造业外迁 美国中产基金面临的困难 比以前要多 担心的事情比以前多 自然不安定了 那谈及中国的时候 傅高毅评价 中国现在变化太快 差不多每年都有改变 人们辞职 创业或换工作 频率都很高 那傅高毅说 日本社会比较安定 很多男人在一个公司 长期工作三四十年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 这是很平常的事 而现在的日本呢 尽管相对中美社会而言 更加稳定但也不如以前 对于当前全球化受阻的情况 这个自由主义失败的论断 傅高毅认为 尽管眼下全球化碰到一些困难 出现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现象 但是全球化的进程会继续下去 傅高毅也说 他不赞成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说法 他说世界一直在改变 历史是不断改变 所以会继续下去 那面对台湾问题啊 他也给蔡英文留了五个字啊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 这五个字呢 就提醒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两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 要非常小心 我觉得这个傅高毅看 两岸问题看得非常透彻